上一节课程中我们介绍了如何由其他网站把他们的RSS内容收录到我们的网站 在这一节课程中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网站如何推荐RSS的服务 这个功能在Juple系统里头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有一个模组需要被启动起来 而且在Juple的安装里头它目前是预设会启动起来的 为了确认我们先来到工具列然后点到模组 再来我们往下看这里有一个RDF的模组 它可以让你的内容里头增加一些标记标签 这些标记标签可以让其他的应用程式 例如搜寻引擎或者是Aggregator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能够了解它相关的内容跟属性 于是它可以从这边把内容抽取出来 这个预设是启动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再回到网站的首页 来到网站的首页以后再来我们往下看 拉到最下面的地方 在最下面的地方这里有一个RSS的按钮 使用者可以点按这颗按钮 来取得我们网站的广播内容 或者有些浏览器本身也提供 从网页中存取RSS的方法 例如我现在使用的是火雾梨第四版 不过这个按钮你要利用设定的方式把它射出来 才会有这个按钮 当你点按这个按钮的时候 一样会来到这个网站所提供的RSS频道 它的标题叫做MyDrupal 7 目前下面的内容刚好是我们网站目前所呈现的内容 假如我是这个网站的使用者 现在我来到这个网站之后 我想订阅它的频道 那么接下来我可以在这边做选择 订阅这个管道 准备利用Outlook来订阅 还是利用火雾梨里头的即时书签 还是利用Google网站所提供的功能 或者是利用Yahoo所提供的功能 我们以Outlook作为例子来试一下看看 所以我选择Outlook 再来点按立即订阅 现在来到了我自己的Outlook 然后Outlook会问我 要不要把这个RSS 栽药存到Outlook这边来 同意它 点按4 于是呢 在我的个人资料夹 RSS栽药这个地方就有一个MyDrupal 7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目前这里有几篇的文章 OK 知道了以后我们先把它关闭掉 然后我们再回到前一页 回到我们的首页这边来 所以在Juple 7的系统里头 要提供RSS的功能 目前都已经是预设内建的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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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